《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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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每個人活著的一種行為的狀態 其實並不是被自己自拍 而是被外界的一種無形的力量來支配你的行為 包括你的思想 《中文字幕》 93年在北京上學 然後是學油畫 沒有畢業 然後我就出來了 因為那個時候我覺得已經不重要在大學裡面 因為我覺得太傳統 因為這個時代是一個影像的時代 因為從網絡開始發達以後 是一個非常快捷的時代 所以我就會很在意 這種很強的一種定格的方式 要非常準確地去表達我的行為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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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会在想象里面觉得这个可能是拍电影 因为有时候我会动用到三个吊车 然后帮忙的朋友也很多 印尼当然主要是维亚 这是我完成作品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后期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要用Photoshop把干湿修掉 这从99年开始一直到09年的作品 这是在北京的艺术区798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个展然后在这做了一个表演 就是一个手来支配着我 这是在二楼然后正好能掐着 然后也不能太多的移动 就靠这个脖子在这个手上来支撑自己的身体 可能到了十分钟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是坚持不了了 然后是下来 但我的脚尖一碰到这个升降台的时候 然后我说我轻松了 这一组作品是当时跟英国一个杂志叫World People 他给我赞助来完成的一组作品 当时也是主要是反映中国的这种 腾飞的一种状态的一种作品 2004年正好是中国快速发展最快捷的时期 我在北京的这个时期 真的很强的能感受到这种很快捷很快捷的这种变化 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 人从土地上从这个农村从原野 最后集中在这种狭小的平凡米的这种空间里面 对我们思维对我们的精神有多大的变化 或者说你在这个空间里面 人想去挣脱这种狭窄的这种空间的那种状态 所以我当时就想去反映这个状态 所以就去拍这样的作品 真实和虚幻的一个中间点这个很重要 其实我的艺术其实是想找这个中间点 我知道这个作品的生命力 它不是说我有一个想法就可以 而在于就是说你的细节是不是真正的到位 其实对我来说很重要 用电脑来做 你用复制效果是无法代替的 我想那种在场的感觉它是很难达到的 感谢观看 从这里面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